大家好,不好意思,上星期我去了外游 所以没有更新 而现在市场是有点反复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市场开始又再担心经济放慢 或者一个衰退的主题 首先昨天公布的JOTS Job Openings 即是一个新增职位数字 昨天公布的数字是800万份 大家看到上面就是今次这个数字 我画了一条红线打横 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数字 已经是一直下降 低到2021年6月的水平 就业市场再次放慢 令市场担心经济强度 是不是在减弱呢? 另外,其实这个已经是上星期了 上星期美国修订了GDP的数字 由之前1.6%增长 调低到1.3%增长 那就更加令市场担心经济是否差了呢? 另外就是两天前公布的 ISM 彩后经理人指数 又再次下降 去到48.7% 软低于预期 性衰分界线是50% 即是上面途中 红色画了这条线 曾经市场原本以为 去到4月公布3月的数字 以为经济越来越强 开始超越了性衰分界线 去到50.3% 谁知道只是一个Reading 然后又再跌下去 这个数字长期低于50% 当然也是令市场觉得 是不是经济很差呢? 这个是道指的线图表 上次我拍片就应该在这个时间 结果它是太回落 跌得挺厉害的 这一段段段快放的下跌 其实是去到超卖 超越速度的程度 上面是KDJ 指标 反映短线的动能 你看到黑色的J 线 去到下去非常非常深 负到妈妈都不认得 这个就是一个下跌动能 很强的一个correction 但是去到星期五 就有一个强的reversal pattern出现了 回到4月的correction 这一脚的调整区间的一个突破点上 去到星期一它能保持住 星期二也能保持住 低开高收 如果大家听我之前说 一个中期调整多数都是有两只脚的 道指来说就真的有第二只脚出现了 但是相对于标普50指数 这一脚的调整就不太深 即是50天线都不到 日下天线都能保持住 即是穿了一天 接着又上去 其实大局究竟是怎样呢 今次就说一下 大家要留意半影片的内容 是纯粹经验分享 以及隔壳的用途 并且投资建议 大家要小心求证 衡量风险 才需要投资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给个like和share 最建议不要忘记订阅 以及按隔壁的小铃铛 愈多人like 愈多人subscribe 我就就到这里之后 同类的影片 除了刚才所说的公布了经济数字 为什么市场会担心经济不好 或者市场担心企业开支减少呢 其实CRM Salesforce 的业绩很有关系 Salesforce 是一个很多商户采用的商务软件 很多大企业会用它 不大不小的都会用它 Salesforce 上星期公布了业绩 是一个比较差的业绩和展望 令市场担心 企业是不是因为害怕经济前景变差 而减少开支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个市场的发展是什么事呢 其实如果有积极参与市场的朋友 就会发现 由上星期五开始 基本上我们连续三天 都是一个 Intraday Deep V 反弹的情况 剧本就是每一天都一样 这一幅是标普500指数 15分钟图 上星期五公布PCE 通胀数字 PCE 通胀数字 基本上符合预期 甚至Month to Month 即一个按月的升幅 低于预期 是应该好的通胀数字 但这个好的通胀数字 只是令市场升了15分钟左右 这个是15分钟 之后就一直下跌 跌到美国时间正52点至12点半之间 之后就大幅反弹上升 去到全日最高位收市 这个就是上星期五发生的情况 之后星期一 6月3号 又是一开始 Gap up 不知什么事 忘记了了 升少许 升15分钟 之后又是跌下去 跌到約1点左右 之后又再上升 收复大部分的跌幅 去到昨日 即是星期二 这日就差点了 低开 之后就一直下跌 但跌得不太深 又是跌到12.1点左右 又再上升 这里有点反复 但最后收到全日最高位 这三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标普五发指数的日线图 去到这一段 OK 即是这一支BAR 我记得我上次的影片说过 这个单日转向日 在高位发生 不是一个太努力的情况 那时我跟大家说 为这个BAR 一个这么大的Range 高低位是一个很重要的 阻力 和支持的区间 如果 穿了支持区 所以我们会期待一个深一点的correction 但这个trend 即是4月中 开始上来的中短线的uptrend 仍未打破 所以就会看一个correction 这样 结果真是 去到星期四 它真是穿了 intraday reversal的低位 收到20天线下 然后星期五就真的插得很深 intraday插得很深 即是这里 intraday插得很深 然后去到50天线左右 大幅反弹上去 去到昨天 收市收到在所有移动平均线上 灰色这条是5天线 紫色线是10天线 绿色线是20天线 红色线是50天线 它刚刚收在10天线上 最顶的10天线上 但只是高一点 所以就未稳妥 不过技术指标 动能指标 我会见到开始有些正面的讯号 但是如果trend filter 以Magd Histogram 来说 是未行的 所以我会这样看 开始有些短线 比较好一点的改善 但是就未稳妥 仍然是要看后续的发展 不过虽然是这样 这个correction 如果星期五的低位仍然持续 这个4月中开始的up swing 这个中短线的上升趋势 应该是能够维持的 所以我自己的取态是审慎乐观 这个是DIA 即是道指的ETF 日线图 图中我画了用期权引申报计算的 Wikili Expector Move 紫色线是1Sigma 即是一个标准差区间 蓝色线这里是星期一 星期一一开始就已经是 在-1Sigma 的地方 正好就真的 穿很少很少 然后就打上去 所以如果你觉得 这支Bullish Candle 是一个初步见底的讯号 如果你有做指数的 这个Wikili Expector Move 就真的很帮助手 你在这里放个买款即日有回报 有朋友是这样做的 Anyway,以指数trading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想交易长一点 Spring Trading 或者是一个Position Trading 我就觉得道指的相对强度 比这个标普强弱很多 所以如果交易长一点 Time Frame 我就不太主张交易道指 你想想,这里交易上来 交易一天,交易到第二天 很OK 但是到这里 再上去的话 你就会面对50天线红色的阻力 10天线 20天线 Def Cross 然后这里一路压下去 这个阻力会比较大 当然 细事无绝对 如果市底确实很强 或者有些很特别利好的消息 可以一支Bullish Candle 冲刷上来 但是这个chance就比较小一点 我会预认了 我自己的Base Case的剧本 虽然这里已经开始有一些短线的 好像有些触底的pattern 但正如刚才所说 是不稳固的 我会预认在这些阻力的地方 真的会阻止 在这些地方会有些反复 可能会整固 很choppy 过一段时间 才能克服得到 这是纳志100的日线图 你看到这个chance pattern 大致上 和标普500指数差不多 但它似乎比标普500指数差一点 首先你看到上面的kdtrace指标 还未有golden cross 另外就是price 其实是未上升 移动平均线 它仍然是在10天线以下 其他技术指标都未修复到 还有就是星期五的单日反转日 其实它仍然都是 一支Bullish Candle 我会这么说的 纳志100的走势基本上 和标普是相似 但是 它比标普500指数 没那么boolish 就更加uncertain 但是基本判断上 也是一样的 4月中这个中短线的up spring 似乎趋势未打破 所以暂时都是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 这个是罗素月仙指数 ETF IWM 你看到走势是比较差 首先就是长线趋势 已经弱过刚才所说的指数 第二就是 短线上你也能看到 在这个高位回落下来 这里很choppy 搓上搓下 这么chop 基本上是不tradeable 基本上在做仓 即是做long也好做short也好 都比较糟糕的 第二就是 真的越来越弱 而且昨天是收低位 你看到刚才我们说 每天都是低开高收 但是你看到 IWM 基本上 连续两天 近两天都是收低位 这个是day range的中间以下 这一天近乎低位 还要收在50天线下 诺势牵指数对于经济是很敏感的 如果市场真的担心经济差 IWM 的表现就是会差 当然你再推前一步想 OK 经济那么差 通胀 多数都回落 还有就是 如果失业率上升 这个联储局的dual mandate 就是 保就业 和降低通胀 如果通胀一直都是 可能是2-2 高端那边 3-3 低端那边 而失业率是有上升的 联储局其实真的会再放夹 亦可能是有机会真的会减息 一减息的话 IWM 是会利好的 但是以TradeWallers 的角度来说 如果想做好仓 买升的 我们一定是想买一些 真的强的东西 强的东西就傾向再升更加厉害 弱的东西有时真的担心很久 弱到你想死 到你放弃时才升 在TradeWallers 的角度来说 是困难的 虽然纳指或标普中短线的 Uptrend 未破坏 我基本上都是Blue BIOS 我自己中线都是看好 但是是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市欢确实仍然差 是未改善的 如果你市欢差的意思就是 交易所里面 上升股票的数量 是低于下跌股票的数量 即是升的股票数量是倾向少的 所以如果我们选择 去做个别股票来说 是倾向容易选择一些下跌的股票 所以我们的升率是会低一些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交易的市况 这个McCannan Summation Index 和Occalator 显示了 这个是Occalator 这是纽约交易所 红色柱就是代表市欢确实不太好 这个Sermmation Index 都是Duntrend 即是代表整个趋势 市欢似乎仍然向差 并未有真的显著的改善 你看到近几天好似好一些 红柱没那么长 但是仍然是差 纳斯达克更加 你会看到红柱真的长一些 Duntrend 仍然未有改变 另外其他指标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Bepo 500 指数移动平均线上的股票比例 蓝色线是200天线上的比例 现在牛市有七成股票 即是71 71%股票在200天线上是正常的 50天线上的股票比例 现在只是只有47% Bepo 500 指数现在 绝对高位不是很远 但是市欢是差 五成都没有 这是一个很大的Divergence 20天线上的股票比例有39.6% 都是倾向差的 下面你看到的图表就是 现在高位附近 即是中短线的市欢 这个大家就要留意 市欢差 即是你选的交易项目不够审慎 真是容易输钱 当然选到对的股票 它是有机会升 我单一就会举三个例子 两个是成功的 一个我自己失败的例子 就告诉大家 市确实是如何 现在只要在Interactive Brokers 有个帐户并且帐户的资产正值超过10万美元 而如果存有多于1万美元的美金 就会有4.83%的利息 比起很多券商或者银行的利率 还要高很多 Interactive Brokers 亦都可以用低至1000美元的入场费 是可以直接买到美国国债的 更加是可以投资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股票市场 例如最近非常表现好的日股和印度股市 你利用Interactive Brokers 就可以直接买卖 十分方便 除了债券股市之外 Interactive Brokers 亦都可以投资 期货的市场 大家只需要有一个交易的户口 在Interactive Brokers 上 就可以利用各种不同的资产 去建立一个最适合自己的portfolio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Interactive Brokers 的资讯 可以在画面上的连结 或者点下面description的link 去了解更加多 大家只要click进去 就算什么都没做过 已经是对这个频道有一个很大的支持 即是个例如Spotify 这一款我做了这个VCP pattern 在这个VCP 最末端 慢慢迫向突破点时 最窄幅的这些时候是介入的 你看到波幅收缩 黑色线这里 还有你会看到成交收缩 这就是典型家科书的VCP 这里尽量近十天线、二天线进场 很英俊 但你会发现 然后到星期五会突然靠一棍 真的好像想穿这个阶段 如果我自己的止损 放得窄一点 其实真的会被刮走 因为刚进场 我的stopp 就在下面这些位置 真的差一点 就真的离场了 刚好我自己的stopp 就没有被trigger 就留在这个trade 之后过两天就突破 高成交 真是很strong的一个breakout 但前提就是要保持住这里才行 其实这个就是反映刚才所说的 我之前就展示了连续三天intraday 是一个这么深入的情况 市场很shope 市场很差的情况 这些就是 现在我们trade股票的一个挑战所在 你要搞得到这些波幅 还要选择适合项目才能做到 另外一种就是NVO 这个我记得在 过来两个月之前 我在YouTube这里也说过 它是GLP 1 减肥药的概念 这是一个大的增长概念 我自己就在黑色线这里开始进场做 你看到整个过程都真的有点波动 但最后都是正确的主题 都会突破上去 有成交量配合 最近这一个GLP 1 减肥药的主题 甚至出了一种新的ETF 叫OZEM 这东西適合10天前上市 只是trade10天左右 你看到Top 5 holding就是LLY、NVO 其实头两个大的持股 都已经佔了整个ETF4成多 当然它是有其他药厂在里面 但我觉得 真是优质的 都是头两大这两个 里面就比较良有不齐 有些公司我觉得真的有点奇怪 这就是给大家的资料 另外失败的例子就是这支MOD 这支是做了一些冷却系统 你知道现在做ETF4要有很多能源 然后有机器 要冷却 这就是做这些 属于工业类的股票 你看到昨天这些股票真的插得很深 去到最低差不多插到10% 自己在20天线可以trade stop就是这些位置 一棍就stop了 因为工业股在弱的经济数字之下 失败 这些没有的基率都一定要走 高成交 穿50天线,穿了range 还有stop一定要走 危险的讯号 可能之后是fakeout 是可以的 但是这些 经验上都是坏多个好 OK,大家就知道现在 trade股市就是有这些challenge 这幅图就讲到市场九大界别 这里我就用RSI 就是relative strength index 排序有强之弱的排序 这个最强的 第2强第3第4第5第6第7 你会发现 SPY 就在这 比方文化指数 你会发现 比SPY 强的 是哪三个sector 第1个 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个你想不到 OK 接着就是Consumer Staple 必需品消费 Utilities 这些都是防守性 但utilities 我跟大家说过 Utilities 除了防守的功能之外 现在再加到 AI 用电需求的概念 在里面 接着比SPY差一点 就是健康护理 所以这几个界别 XLP,XLU,XLV 都是防守界别 令人怕经济差会投资的界别 再数下去 其实是科技 再数下去就会差 发现最差的是什么 XLE 能源股 XLI 工业股 XLB 基本物料股 基本物料包括什么 化学 钢铁 基本金属 是很差 连这个金融股都是开始差 XLC,即Community Service 里面有什么东东来的呢 这个就是XLC里面 头十多二十大的持股 占最多是META 即Facebook 接着就是Google 然后你会看到电信公司 T-Mobile,US AT&T Verazon Netflix 最近表现是OK的 你会看到现在 真的表现好就是这堆东西 我展示图给大家就会明白 这就是TMUS T-Mobile 你会看到周线图 这两棍真的很厉害 这个圈图是很强的 你完全看不到近期市场调整的中影 这个AT&T也是 最近有些中线的整固 近期真的是军军向上 接着这就是Google Google 其实你见近期 虽然有些Bullback 但也受到20天线上 是相对强的 在高位附近 META 这个业绩之后真的是一棍很深 但你会发觉 其实5月之后 它没有什么下跌 即是它是 上了来做一个扎幅区间 就是星期五这下是有一个Shakeout 但是其实 你不理这个Intraday的波幅 其实你只看收市的 其实一个扎幅整股 慢慢向上 它甚至是开始 似乎是想挑战上面这条红色的50天线 你看到技术指标 比如KDJ 短线动能指标 是Bullish MACD 也是Bullish MACD 线开始上零续 OK RSI 也是Bullish 所以这个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个界别是要多一点注意 真的是强的界别 接着就说半导体 半导体这个Sector 最近是有点复杂的 里面股票的走势是很分歧的 有些是很好 有些是很差 我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 当然精神领袖或者实际上的领袖都是NVIDIA NVIDIA 一个好的业绩之后 一直再创新高 甚至它的股票是一拆十 这个消息就令它的股价更加强 你看到上面KDJ 长期都是在80以上的超买 overboard 区域 这个超买区域已经维持了十多二十个 Trading Days 我记得上一次 维持这么久 我看回最近这个上升周期 最长的记录是 二十多个Trading Days 这个超买的状态可能会维持多一段时间 多久不知道 但我会觉得不久的将来 你也要预计它会有些correction NVIDIA 对这个 整体市场确实是很重要 我们的重点是要关注 NVIDIA 之后的correction 是一些很惊吓 很sharp的correction 甚至一些 成交收缩或波幅不是很大的 慢慢健康调整 如果是后者的话 对市场应该未必有大影响 如果你是前者的话 你要预计市场 可能整体都要陪它一起做一些correction 所以近期的市场是有机会choppy反复的 如果你试宽差 试choppy 的话 做仓的时候要审慎一点 不是说什么都不做 只是做的时候要倾向审慎一点 半导体比较好的暂时短线就是这只ARM 你看到它在之前 这个correction correct了差不多30-40% 结底后就慢慢稳步向上 最近有些消息 好像有些新的晶片产品 跟NVIDIA有关系 它开始克服了异动平均线 逐级逐级上 走势是健康的 技术指标全部都是Bullish 另外一个美光也是相对强的 它是做了一些记忆体晶片 那些东西 就不是NVIDIA的竞争对手 所以它就会比较好 去到这高位 这段整固的幅度不大 仍然是hold在高位 所以暂时它是Bullish 但技术指标的动能是差一点 可能需要时间才可以再进一步 但是整个chart仍然是constructive 刚才讲了一些好的例子 我讲一些差的例子 举例就是这支AMD 去到50天线 真的上不了 一直糾纏 还要下去 收低位 这个技术走势真的差 另外就是Mafel Technology 它在公布业绩之前 其实走势挺好的 去到蓝色Box 我之前在频道讲解的时候 画的一个阻力区 去到这里真的阻止了 然后业绩之后 差的业绩就大插 插完之后仍然在跌 走势比较恐怖 差一点 这里看到半导体的sector 股票有些很好有些很差 所以如果你打算去交易这个sector 或者你本身已经有 相关sector的持股 不然它管理自己的position 半导体确实是有点难度的 另外之前领导大市 但现在走势很差的sector 就是这个软件类 IGV就是软件界别的ETF 你看到它最近走势很差 CRM 出了业绩之后 它是大成交 串200天线 蓝色就是200天线 串了200天线 上不回来 这是一个很bearish的sector 所以如果你未做这个sector 想进入这个sector 双丸的股票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都属于这个sector 虽然刚刚出了 Croud Strike的业绩 似乎有些positive的反应 但是整个sector这么差的话 你真的要三思 另外就是如果本身有这个sector的股票 也是要想想 如何管理自己的position 另外近期做得差的 就是金属 这是白银和其同的一个日线图表 大家看这封 同价的图表 很明显有correction 不用太多解释 白银也是 高位这些range 就开始跌穿了 但在弱的经济数字之下 铜和银这些会受害 所以金属矿类的股票 最近被沽得很惨 这个是metall minus 就是金属矿的一些界别的ETF 金矿算是比较好的 你看到在高位那里 但其实都是incorrection 这部分都似 见顶的一些姿态 但它还hold在50天线上 白银就似乎 因为之前升得多 所以你见它跌下去 其实这个gap也挺狠劲的 你见跌了5% ETF 跌5% 因为穿了高位的range 高成交跌了下来 Uranium 也受到一些影响 整个Uranium 里面 就只有一只 最大的CCJ 昨天是硬正的 多数都是表现差 但就没有金银那么厉害 Copix 是同矿ETF 你看同矿ETF 其实幅度似乎没有银 但你看到这个trap pattern 更坏 因为它是gap down 穿50天线 成交超大 整个走势破坏了 与这个主题 我认为长线还未完 但中矿线这样的trap pattern 要修整一段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才可以再重合升跪 基本金属也是 有些很差的高幅度 高成交 跌走50天线的走势 是差的 所以这个金属主题 应该这时候就要休息 交易角度 不要贪便宜 不要贪跌得多 然后就要一股信念去捞 这就是下跌的刀 我们要等下跌的刀就被跌好了 开始没什么危险性 足底 开始变成constructive 才能再考虑交易 做矿ETF 的股票 它的升值可以较快 你很快獲利,但跌的時候都可以很金 所以一定要小心行事,不可以亂來 最後說到比特幣,比特幣做了好像 Cup with Panda 走光 最近波幅收到非常窄 最近那兩個 Trading Days 有一個顯著一點的上升 但未正式突破,我當然希望它會正式突破 比特幣和相關概念我仍然持 bullish的態度 我仍然是看好的 好了,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希望這條影片的內容對大家有用 詳細的大肆個別股票評論,招待 Watchlist 和教學 會在Patreon Cup Trading Pro 發表 網址是 www.patreon.com.chartereader 如果大家對期貨交易有興趣 想了解當中的教學,交易的分享 甚至更多詳細的 Seasonality Communal Traders Report 多種不同資產的數據 很歡迎大家加入 Cup Futures Trading 網址是 www.cuptrading.net.futures 好了,今次就先說到這裡 希望這條影片對大家有用 下次再見,拜拜!